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节目首先带您聚焦第68届柏林影展 最近举行台湾之夜晚会 各国影坛重量级人士约200多人出席 场面相当热闹 今年台湾共有两部电影入围 分别是黄荣生指导的剧情片《小美》 以及赵德映拍摄的纪录片《十四颗苹果》 另外2017年夺下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的导演黄慧珍 也带着新片《企划案》参加新锐营 受到瞩目 柏林影展日前举办台湾之夜晚会 各国影展主席、导演、演员等200多人出席 场面十分热闹 第68届柏林影展 台湾共有剧情片《小美》和纪录片《十四颗苹果》 两部电影入围 获选导演论坛单元的《十四颗苹果》导演赵德映 之前执导的《冰毒》与《翡翠之城》 都曾入围过柏林影展 可说是影展常客 活跃于广告圈的导演黄荣升 首次创作长片《小美》就入围柏林影展电影大观单元 表现备受看好 电影《小美》通过另类的叙事手法 描述吸毒少女的深浅故事 关怀生命与社会的题材备受瞩目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 感谢大家这个地方 去年以日常对话风光拿下 泰迪雄奖最佳纪录片的黄慧珍 纪念则带着企划中的新片 参加柏林影展新锐营活动 与国际电影人一同交流 庄社记者林玉莉 柏林报导 城市间的大众交通运输系统 是中国基础建设的重点 除了传统地铁以外 慈福列车是新的竞争领域 北京去年底开通的慈福地铁示范线 就是为抢供城市交通商机预先暖身 看到外边的风光 有人看见是空气也好 比地铁好多了 中国最著名的慈福列车 要数连接上海与浦东机场的慈福列车 北京慈福列车与上海的差别 则在于定位不同 上海是运行时速400到700公里的高速列车 用于城市跟城市间的交通 北京则是中地速列车 最高时速100公里 运用在城市内部交通连接 应用范围相当于传统的地铁与轻轨 工程师指出 慈福列车有五大优点 首先是安全性高 运行噪音低 再来是爬坡与转弯能力强 路线选择相对灵活 因此建设成本也会比较低 我们的建设成本比较低 主要体现在大城市的拆迁方面 慈泉幅可以在楼宇之间穿行 避免了很多拆迁的量 然后每公里的正线的工程造价 基本上跟目前的轻轨相当 比地铁要便宜得多 中国城市化越来越发达 城市内部与城市间的连接更加紧密 带动交通运输工具成为市场大饼 未来前景备受瞩目 装饰记者林克伦北京报道 Go Go 拉米Go 拉米Go桃园队和日直罗德队 第三度在石原岛进行交流赛 场上比赛打得精彩 场边拉拉队也吸引大家目光 六位拉米Girls首次到石原岛 为球队加油 和罗德拉拉队一起跳舞 带动现场气氛 也在他们身上看见日本人严谨认真的态度 主要是我们觉得很值得学习对方的地方 就是他们非常的谨慎 然后跳舞就比赛前呢 跟表演前然后都会再去练舞 然后也是就是非常有礼貌 还有开会之类的 对 还有开会 日前花莲强镇造成严重灾情 这次交流赛场外也发起募款活动 也有球迷举着台湾加油的布条 让拉米Girls相当感动 发现非常感动的地方是因为 最近那个花莲地震 然后他们就是都会在门口 然后是很多很多人帮我们募集那个款项 募集跟签名 对 然后昨天在球赛开始的时候 他们还在外野区就是用一个大摆布 然后就是台湾台湾 对 天佑台湾 看到日本球迷和拉拉队为花莲募款 拉米Girls除了感动之外 也更卖力应援感谢球迷 期盼两队的交流可以延续下去 中央社会张欣慰 石原宝报报告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日前出席当地华人社团 非华工商总会成立20周年纪念会 感谢当地华人在国家遭遇天灾人祸时伸出援手 去年五月菲律宾南部马拉维市 爆发亲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动乱 经过政府清剿 击毙900多名恐怖分子 却也导致20万居民无家可归 菲律宾华人慷慨解囊 捐钱盖屋 协助战后重建 面对外界质疑 菲律宾政府在南海议题态度软弱 杜特蒂日致辞时 不忘在数千位宾客面前重申主权 但才宣誓主权完不久 随即语出惊人 开玩笑说 中国可以把菲律宾纳为益省 这样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提及两岸问题时 杜特蒂呼吁中国不要压迫台湾 但谈校间误把中国说成中华民国 Like, 你现在 drop 我们在菲律宾 和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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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很有力的 我们困在 dla wszystkich 都市民 都市民 里面 就是 可以 那些 南海爭議持續多年 對比前總統艾奎諾三世 執政期間 發動國際輿論戰的強硬做法 多特地面對中國 持續將南海島礁軍事化 只是不斷以無可奈何來回應 而且擱置南海仲裁案 對菲律賓的有利結果 被批評軟弱 多特地則強調 戰爭不能解決問題 馬尼拉政府在南海爭議上 只會以友好文明的方式 與中國交涉 莊社記者林行健 馬尼拉報導 美國眾議院民主黨領袖裴洛西 為了要求將保護移民的方案 納入政府預算 日前在議院發表演說 從上午十點到晚上六點 滔滔不絕 真正講了八小時 締造眾議院演說時間 最長的新紀錄 下個月就要滿78歲的裴洛西 穿著十公分高的跟鞋 站一整天 演說期間除了喝幾口水以外 什麼也沒吃 展現驚人毅力 為聲援移民的民眾 提振不少士氣 佩洛西強調 解決移民問題刻不容緩 所謂追夢人 指的是同年時期 隨父母非法入境美國的移民 這些移民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的 政策下避免遭到驅逐 但這項保護追夢人的計畫 在去年九月被川普取消 如果國會在三月五號期限以前 還是沒有擬定解決方案 每天將有平均約一千名移民 面臨驅逐出境的命運 中央社綜合報導 全英音樂獎 台北時間二十二號 將在倫敦登場 被譽為英國專輯 銷售速度最快的創作歌手 洪法艾德勁敵不少 其中二十二歲的杜瓦黎坡 來勢洶洶 總共入圍最佳女藝人等五項大獎 是目前最大贏家 國際男女歌手獎方面 包括美國樂壇小天后泰勒斯 搖滾歌手紅粉佳人 還有饒舌歌手肯卓克拉瑪 和德瑞克都在角逐之列 更多精彩消息請持續鎖定 全球視野 感謝您的收看 祝您開工大吉萬事兴旺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 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張雅婷 我們再會 謝謝 рим 少爺 我們 也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